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营业了 营业了 开张营业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瑜伽小姐姐 两天在微博小号上面答应了大家做一期在家是如何拍大片的一个视频 道具啦 修图啦 打光啦 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因为太闲了 所以我就从护肤开始就打开了视频跟大家一块来唠嗑 白天的话我会用营业师的这款分灵精华的小姐姐版 然后晚上的话我就会用橙色的那个版本 我最近真的是在尝试很多新的牌子 什么焦韵诗啊 焦兰啊 还有Olivian最近的一些 海行榜上的一些东西啊 其实最近出了很多韩国的小众的化妆品也都挺好用的 用的时间还比较短 后面再跟大家来推荐 懒扣的精唇眼霜 我不是跟大家说我最近在试用很多新牌子吗 有一款是我从日更结束那会儿就开始用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可以的一个精华 这个是优时炎的一个6.3抗糖精华 我刚开始其实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就觉得最多可能就是维稳吧 最近呢 确实是感觉 用了以后我皮肤是有变细腻 然后变白了一点 主要其实真的就是抗糖化这个东西真的挺吓人的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这个糖化的问题嘛 糖化反应不但会导致变胖 它其实还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暗沉 松弛 发黄 没有弹性 想想都觉得很可怕 优时炎这个牌子的话是看见李佳琪有推荐过 但是它这款精华有一点让我还挺感兴趣的 它是专研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皮肤数据的 大数据也很神奇 质地是这种乳霜一样子的质地 推开啊就很细腻很清爽 然后吸收的也很快 它这款的话其实用在脸上也很清爽 然后保湿度很好 最近在家里面做锡这么不规律的一个情况下 皮肤还没有那种暗沉蜡黄 反而还挺均匀的 因为它里面的一个成分主要是核欢树皮的提取物 然后再加上烟虾还有白丽卤唇 核欢树皮提取物这个东西吧 它主要就是用来减少皮肤的那个糖化反应 然后去延缓你的一个衰了 保持那种弹力健康的同时 改善你的暗沉啊 然后提亮去黄气的一个作用 这段时间是感觉皮肤它整个很稳定很细滑 跟后面的一个底妆会融合的很好 特别是白天我就很喜欢用它 而且它这款抗糖精华的话 它对痘痘是没有刺激的 所以我最近还真的是挺喜欢用这一款 化妆前的话我就会用可育的这个 哦 这款是可力精 他们还蛮神奇的 就是我是在朋友那边买的嘛 那跟我说可育啊还有可肤美和可力精 他们其实都是差不多的牌子 差不多的成分 所以买什么都一样 它作为一款抗敏类的霜 不搓泥的这一块真的是做的非常的好 没有用过很多的这种披美类 防过敏的一些霜啊 它的质地都很厚 后面化底妆的时候 就是动不动就能搓出一大块泥出来 但是它这一款的话 我哪怕是用的高的这个质地 都还挺好用的 它是那种很油滑 但是有清零的质地 接着的话还是用我的老革命战士 比利斯尔 对焦好了以后 我就很爱做这种 跟大家展现质地的事情 之前那个相机给大家展示产品的时候 它都要对焦对好久 对到我自己都会没脾气了的那种 我还是用毛哥瓶的这个高光 今天的话我是想来用用看橘朵 橘朵在国内的时候给我寄了超级多的东西 橘朵的这个齿妆小粉瓶 是叫这个名字吧 据说这一款是那种轻肤版的一个油皮轻妈 W01的一个黄衣白吧应该是 出来的一个质地是这个样子的 好久没有用橘朵了 做博主那会开始 最早最早接触的品牌就是橘朵了吧 有一次我在instagram上面po 我收到了橘朵的宠爱 然后过了几天去美容室里面化妆的时候 我的那个化妆师姐姐就问她 她说你收到了那么多橘朵的东西啊 是不是很好用 我说你也知道这个牌子吗 她说对啊是不是现在中国很有名 看我们的国牌发展了这么迅速 走出国门被大家了解的那种感觉 真的还挺好的 我现在肉眼看 它的整体的一个妆感还挺细腻的 它在雾的同时它又能够把你的皮肤的一些光泽度 旧的很好 感觉它的遮瑕力也很棒 就是能在这么清透的同时 遮瑕力能做成这样真的还蛮优秀的 我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个涂脖子的人 据说橘朵现在的代言人是不是张若男啊 张若男那种长相真的是我好喜欢的一个 元气很少女的那种感觉 它整个跟橘朵的定位好符合啊 这个车真的太高了 再来用一个柔胶的三分 新相机的高清画之下 也能够扛得住的自然款的底妆 我对自己在家里面把自己喝多了 喝了两瓶gaba 我现在好累 今天准备给自己录一个梅子妆 那种菲菲美美的色 好想吃麻辣套 我今天用这盘二号叫玛林长米玫瑰盘 对了化我今天的菲菲的眼妆 今天立秋了 是不是日子过得超宽 我已经吃了好多天的麻辣汤了 为什么随着上会有麻辣汤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新龙铺麻辣汤 太累了我以后再也不想喝酒了 好今天的话我准备画一个莓果色的眼线笔 就要用小奥丁的零色好的一个粉紫色来画眼线 我现在可是拥有五颜六色眼线笔的人 我那个时候在重庆没有彩色的眼线笔 然后我当时是用那个粉色的眼影沾了水以后 这样子把它画出一条眼线来 想要听他们当时给我系他们五颜六色的眼线笔说 简直就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这个笔杆也是那种很有质感的一个材质 它是有一点点的重要 就是能够稳定住让你的手不去抖 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个笔尖 它这个笔尖超级神奇 不管是怎么戳它 它都是可以自动的收尖的 用起来真的是很顺滑 它这个笔尖软硬也很适中 总体来说它的这个上手对我这种手抖挡也很友好 干的也很快 然后最近不是夏天吗 真的实测不用它来入帕梅拉也不会掉 它们剩下几个颜色也很好看 它01号是一个黑色 02号是一个棕色 06号是一个桃红色 还有一个是07号深紫色 夏天啊用这种彩色的眼线笔 然后再配上我的一些发饰啊什么的 它其实是能让整个妆容就变得更加的跳 就变得很有性格 这个桃红色就很适合拿来入那种郁金香妆容 如果一般用棕色的眼线笔 它是能够柔和你整个妆 它变得更加温柔的 这两个真的好可爱 有了这些眼线笔 我真的有一种变成了什么彩妆大户的感觉 小奥T也不得不说它真的太会玩颜色了 为什么不会我我要饿死 然后腮红就是用罗曼的这一款三号 然后用这个五花肉的高光 那因为今天要化好几个妆嘛 所以我打算用几款 8号的这个Icy也是一个很好看的颜色 这款的话先跟大家上嘴一款 12号的这个Cherry Balm 这是一款果汁唇油 那果汁跟水膜比起来的话 水膜要比果汁好吃一点 然后光泽度上面水膜会比果汁高一点 然后果汁的话我就真的只喜欢三个颜色 6号12号和13号 本来以为除口红之前我大概能吃上饭了 我发现连我的消息都还没看 就这样子扎起来 其实还显得脸挺小的 那我就稍微整一下我的刘海就好 拉一根长的头好下来 一定要有这种很凌乱的感觉 OK 现在的话我的妆容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跟着我一块来看看 在家拍大片的话需要些什么东西 首先 我的饭还没来 可能我要先把第一套图拍完了 我才能吃饭了 现在不是把我的头发梳了起来吗 然后像我平常夏天的话 如果是小吊带穿的很多 真的没有什么花头 就这么一根袋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很多很多的饰品来 让整体展的不那么单一 这个其实也挺好看 我今天想用正圆的一个珍珠 这样就会显得很淑女 我带一根这样子的爱心的小欧帛 我们家是有一面落地窗 就这一块的光线会比较好 离窗远一点的地方拍的话 就能带到很多背景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躲在窗帘里面拍 就大家应该也看到过很多 跟窗帘的自拍 那因为是自然光 我们也就不需要打光 但是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 有一些博主啊 好厉害 很专业的摄影灯光 搞起来 就真的是那种能在家里凹大片的那种 我这种就属于简易版的在家里面 稍微的能拿手机拍点东西 那我拍摄的主要的手段还是手机 我这个时候要把我的相机的那个三脚架给换上 手推的话是这一款三脚架 因为它可以拉得很长 在三脚架的上面 我会这样子手机的自拍的那个头给拧上去 装上我的手机 再把手机上这个开到延时拍摄三秒钟 我下面真的穿的很水 我下面穿的是睡裤 换角度 好 现在不化肚要开始补妆了 我用的是08号的一个iC 这个是Tutu认识的品牌 给我寄的T恤 上次跟T恤一块拍姐妹妆的时候穿过 我怎么觉得还戴这个镇之外好看 像在这块比较花的这种背景的前面拍摄的话 我就会用每年相机 然后再开一个前置的闪光灯 因为下面一个装想走那种温柔的小姐姐路线 所以我要戴这个是我们蹦蹦的一个新品 几何加珍珠的这个项链超美 然后这也是我们蹦蹦的新品 这个戒指也很好看 这样 耳朵上的话我准备戴一个是我们小小系列的一个耳环 很好看 就戴在耳朵上还挺大气的 还是一个把头发梳起来的造型 但是我会用到甲板把我的前面的几根刘海旁边的头发 卷得稍微的弯一点 这样显得更加淑女一点 化妆老师 补妆换个成高 马上要拍夜戏了 因为马上要拍夜戏了 我们就要可以打光了 所以我要用那种在光下 不管是日光还是晚上的那种黄光拍起来都特别的有光泽感 有那种童话感的一个水磨唇釉 就是这个 我用的是6号 跟我的整个今天的妆容还挺搭的 水磨一定要涂完了以后 你等它那个水磨感出来以后 它才会变得特别的漂亮 OK 涂完了 然后现在就 我静待它成膜 然后我去换一件衣服 没有那么一丢丢的疲惫 我现在用这个Lina的给自己换一个造型子 然后还要换一个口红 用这个四容的一个Icy 感觉上面再补一点点这个果汁也应该挺好看的 然后我用这个头发绳 这个是我在那个我一直买发式的那家店里面买的 梳起来 我的饰品就要换上那种叠搭的饰品 我先用这一根去年我们上的很火的那个夏日款的一个choker 这样子一条 再用这个珍珠的项链 最后再用这个也是小小系列的 这个跟我耳朵上的这个耳诗是同一个系列的 它因为有好几节连长链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去调解 我看一下这根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可能好看一点 那我就把它坐在比较靠上的一个位置 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欧美式的那种叠搭 然后我再去换个衣服 其实我最常用的修图软件就是Facetune 然后我会把我手机里面选出来的照片 全部都倒到我的iPad里面去 修一些很细的地方的话 其实用这个iPencil修起来会很方便 但是呢调色又是喜欢在手机上面调 因为就是整体的感觉看一下 我找一张脸呢 然后用这个浅一点的磨皮 把我眼圈的地方稍微的磨一下 然后这种法力纹的位置我就会稍微的点掉它 困难的地方直接截掉吧 AirDrop到我的手机上 手机的调色上面 我一般会用Vesco 我有一个很好用的预设 就是曝光剪 对比度剪 锐画家 修一些那种有的没的的照片 比如说这种 然后就会很有那种最近很流行的低像素的感觉 然后我最近还很喜欢用的调色的软件 就是黄油相机 上一次就是我在我的微博里面发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点这个 它就自动的出来这个效果了 那我可能会把滤镜稍微的剪一点点 就剪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美食的滤镜都特别对我的照片风格 足不出乎 在家修大片 那我也要睡觉了 今天有点累 要把这些照片全部修了 然后明天就要传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还喜欢 那我们下期视频就这样了 knock oh my god 好厉害 但是真的不能烫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